小鼻又有好用的美容小物要來跟大家分享囉 這個是韓國明星孫嘉仁跟彩妝教主皮炫亭的聯名款 那這一個桶子裡面裝的是什麼呢 就是彩妝組合 就是把我們臉部上面所需要的彩妝品 這一個組合裡面都有喔 那裡面有什麼呢 小鼻先來跟大家一一介紹吧 就是裡面有 這支可以折的 90度睫毛膏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這樣子來刷 不用在那邊這樣子刷了 好再來就是有我們臉部最需要的眼線液 眼線液小筆可以塗在手上給大家看 哇超級細的 而且很好塗喔 一塗你看輕輕一點就有了 再來就是裡面有兩支 就是眼線筆 然後後面尾端這邊是打亮的 亮亮的亮粉 那一樣塗在手上給大家看 黑色的 哇 真的是超好畫的 有沒有看到我輕輕一畫而已 再來是黑色的眼線筆 一樣有沒有看到很好畫 那裡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小筆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打亮修容 很特別喔 它的修容是修容液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粉是不一樣的 修容液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是打亮液 打亮液 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就要先來跟大家示範 就是修容打亮液 就是它的這邊就是修容的 然後像修容的話呢 我們可以上在臉部的哪一些地方呢 像是就是我們的腮幫子 如果覺得這邊兩頰的肉肉有點多 如果你想要讓臉部的感覺比較變比較小 然後想要立體一點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上在臉部腮幫子的地方 那像我們如果希望我們的鼻子比較挺的話呢 也可以偷偷的上在鼻翼的這兩側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想要讓額頭變得比較小 像小比自己的額頭就是又高又寬的話 也可以偷偷的上在就是這兩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讓這邊然後多一點陰暗面 讓臉部變得比較小 畢竟我們女孩子追求就是臉要很小很小很小 那小比現在就來跟大家示範囉 然後先轉開我們的修容液 然後這樣簡單的點在我們想要修飾的地方 然後就這樣簡單的把它推開 來增加一些陰暗面 像我覺得好像可以再多一點點 像我覺得好像可以再多一點點 就這樣點點點的 然後把它推開 就可以了 好 好 好嗎 我們覺得這邊的臉 修容的地方感覺比較小 啊 我知道了 如果怕大家就是透過鏡頭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我來畫個那個好了 乞丐妝好了 就是畫個臉很凹的人 怎麼樣 好 現在的話你看 就可以把這邊的一些臉部感覺變得比較小 然後像鼻翼兩側 我們可以先點在這兩邊 然後透過手指頭去把它推開 增加一些陰暗的地方 好小朋友 鼻子的就比較明顯了 現在鼻子很明顯的歪了一邊 就是因為陰影的關係 然後像剛剛小比有說的額頭的地方 就是這樣點點點 非常的好上手 然後來把這個地方推開 大家來看看臉部 這邊也需要一點點 推開 明顯的臉 就變得比較小 那 就是我們平常上妝的時候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修飾我們的臉型 那 因為小比想要示範給大家看 那 就是 修容會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現在就來畫個 很凹的 洗蓋妝吧 不是 我們這裡可以在這裡 就是這樣 簡單的上手 那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打亮的呢 我們可以上在哪一個部位 就是上在我們 女孩子如果希望有蘋果記憶點啊 然後讓臉部 這邊比較突出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打亮的這一面 打亮的這一面然後上在這個部位 然後一樣用手去推開 就會感覺這裡比較膨 我覺得我的右邊臉會很好玩 因為又凹又膨的 有沒有感覺到這邊很明顯的就比這邊膨了 然後這支就是我們的修容 修容打亮比現在兩邊的臉型變得很不一樣 有沒有 右邊臉這邊很明顯的就是變小 好 那再來的話 跟大家先分享我們的彩妝 要先畫眼影嘛 我們先用裡面的眼影粉 然後上在臉上 好 嘴單的推開 原本可以看得出來 喔很亮 它的亮粉是超亮的亮粉 好 那我們另外一邊的眼線 我們用眼線筆好了 因為 畫咖啡色好了 因為平常都是示範黑色的 眼線筆 我們今天示範咖啡色的 這超好畫的 它的小皮就這樣輕輕的 而且也因為它真的夠細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好畫 像眼尾這種尖尖的部位啊 都可以很輕鬆的畫上去 都可以很輕鬆的畫上去 哇 加了眼線筆之後 眼型都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睫毛膏啦 這支可以90度的睫毛膏 小筆還是第一次看到耶 我覺得 好棒喔 因為像是 我們平常上妝的時候 睫毛膏都是要這樣 這樣子畫 手就是這樣子畫 常常一個左右沒有 沒有晃動好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的畫到 下面的眼皮 那它可以90度的話 就很方便 就是這樣 我們手就不需要 就是弄得這麼高 而是這樣簡單的 輕輕的 然後 任何角度都可以刷到 這樣 看一下 眼皮 拉一下 然後簡單的Z字形的刷 就很好上去 哇 它的效果很好耶 又濃又鮮長的 有沒有看到小筆兩隻的眼睛 已經很明顯的不一樣了 故意再多刷幾層 讓你們看見那個效果 而且我現在是對著手機 天啊 這個效果也太好了吧 然後像眼尾的地方 我們也是可以透過 90度的 這 好來刷到眼尾的地方 好 天啊 這隻睫毛膏實在是 太厲害了耶 有沒有看到下睫毛 我就彷彿是有去接過睫毛一樣 這邊是沒有的 這邊是有的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效果真的超好的 好總之呢就是 跟大家 剛剛都幫大家示範過一遍了 就是這個組合裡面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臉部的彩妝 都可以 都可以透過這個組合 然後畫完喔 然後像是修容的啊 修容的小筆以前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修容液實在是太好玩了 點點點推開就可以了喔 好啦掰掰 掰掰